桃園举办了环保志工领证典礼 大部分都是年过七十的长辈 他们坚定心念 努力实践 做就对了这句话 桃園区环保志工难得放下回收工作 庄严拜金 上千位环保志工与工作人员 参与一年两次的精进研习 这天慎重的 还有一百人领取环保志工证 金社法师也走下台 为行动不方便的周春之受证 就感动得快流泪 眼泪差一点掉下 师傅再叫我继续努力做下去 环保志工必须持续做环保一年以上 遵守慈祭十届才达到领证标准 另外还有九十七个人归一 不是边缘人归一 终于是上人的真正的弟子 这个大概十几年来的盼望 来做环保做到我们不做 我就是这样而已 老菩萨们单纯的心念最可贵 把心里所想的善念 全化为每天的爱心劳动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桃园报导 敬美之工 第一次